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男女双方都喜欢自己 掌握自己的感情的方向 双方的父母同样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幸福 这是一种 但这种事情不能着急 因为一个人的婚姻姻缘早就已经注定好了 你的姻缘何时会到来 早写在你的手上 婚姻关系 到你是否能够拥有一个完美幸福的婚姻家庭 都是能够跟手相有些关系的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手相的一些跟婚姻有关的一些手型 手相特点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首先一个我们来看这个 这种呢 家庭条件不错 是个大美女 当然这个手型来看 因为这个图片的原因 它可能进行一些缩放或者是拉伸 其实这个手相整体 包括纹路来看 是一个有房有车 什么都不缺 唯一的缺的就是对象 那么为什么现在还找不到呢 因为这个明显可以看出来 这个婚姻线 有三条 婚姻线三条 当然这显示 它对爱情方面是比较自由 不喜欢婚姻的约束 所以说在自主的意识里面 不想早点定下来 走入婚姻的坟墓 本人呢 也是比较多情的 这个争吵观念是比较淡薄 容易有一些感情的纠葛 适合晚婚 适合晚婚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清晰一点 这个是非常清晰一点 这个是属于这个 婚姻线比较模糊 那么婚姻线模糊 出现在水星丘上的人呢 显示此人的婚姻运势不佳 没有什么婚姻线 没有婚姻线 并且比较模糊 在水星丘已经小指下方的时候 这个运势不佳 在感情方面是渴求 但是呢 很难找到如意的另外一半 总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导致阴差阳辙 各自相隔一方 在爱情方面是屡里受挫 那么如果是首相当中 没有婚姻线 好不好呢 如果是没有婚姻线的话 不能说一定是单身的 完全不会结婚 无论男女 如果是首相没有婚姻线的 这个非常模糊 是不容易看到的话 一般情况下 预示这一生婚姻 婚姻的运势不佳 很难找到结婚对象 但是呢 这个婚姻的 这个结婚肯定是 有这个可能的 但是说 这个是 如果是勉强结婚 夫妻关系不会很融洽 于是晚年呢 容易 这个相互克制 而独身 这是婚姻线 当然也要结合 这个感情线来看 感情线跟智慧线 对婚姻的影响是最大的 好了 有关这个 感情的一些首相的小知识 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如果是需要一些详细的解析 或者是一些这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后宣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